口臭,還有呢? 還有呢? 苦苦的 苦苦的 還有呢? 便秘 還有呢? 腎臭 痴症 媽媽,這份給你 不過,我們就會散掉了嗎? 那等一下 回去大集區有很多的症狀 從頭到頭 對不對? 那春天會不會比較多?會不會比較少? 春天一般我們剛剛提的 異陽生所以怎麼樣? 病症假 蠢蠢欲動就慢慢就上來了 所以剛剛我們提到的,從臉 從上到下都是 所以你看有什麼火? 肝火 胃火,心火,大腸火 三交火,這些有沒有聽過? 胃火大的時候會怎麼樣? 火燒心 火燒心,還有呢? 胃死刀裏,還有呢? 胃死刀裏,還有呢? 胃死刀裏 胃火大的時候會怎麼樣? 胃發炎 只要是痛症,就是跟 火氣有關係 剛剛我們前面這位小姐講很多 來,送你 人生有很多火,但千萬不要有以上的火 還有101的煙火也千萬不要 因為炮了之後沒有比較好 那什麼叫三交火? 三交火,基本上 身體上的水就全部都乾掉了 皮膚會怎麼樣? 乾燥 冬季有沒有冬季癢? 為什麼冬天皮膚會癢? 冬天皮膚會癢 養中醫的腎氣很重要 也是要出血的時候 水不出的時候皮膚就容易乾癢 這是從中醫的理論來看 所以怎麼辦? 補那麼多怎麼辦? 你自己看看什麼樣的檢查 不要看一下,你有這些症狀嗎? 有沒有這樣 常常這樣,肚肚啦 消化不良啊 然後怎麼樣 身體莫名妙 莫名其妙的發熱啦 半夜靈靈怎麼樣? 靈靈天氣很要命 怎麼忽然? 休方休方起來 然後或是怎麼樣 很明顯的 有其他的 很明顯的 脹氣方面的問題 腹血啊 平血還是症狀 但是齁 通常 乾冰的出息 都不會有這樣的症狀 那這個呢? 我想要秀這個 因為齁 現在人只要早上一杯咖啡下去之後 就會有什麼乾 脂肪肝 脂肪肝 就沒有脂肪肝了 為什麼? 因為齁 他會讓咖啡好喝齁 他的什麼東西會痛很多 奶精 奶精有什麼東西? 糖 喔 原來脂肪肝就是在我們熱量過剩的時候 會儲存的第一個地方 他不儲存到雞肉裡面 當我們雞肝糖 他是一般儲存在肝臟變成肝糖 然後呢 過度他就會轉發成脂肪 所以脂肪在超一波 看起來起來會怎麼樣? 會不熱量 油量 油量 OK 那肥胖為什麼會跟這個有關? 對不起 他如果早上如果喝一個 就是苦咖啡 要加那個 會好喝 所以基本上 減少優質的攝取 會 怎麼樣? 會讓你不往 你動不往這個方面走 另外一個點是怎麼樣? 脂肪肝會少很多 我們在場齁 大概沒有脂肪肝的 大概只有 只有我們那位 後面 後面 那位漂亮的 漂亮的助理 沒錯 就是手上拿的 大概要那麼瘦 你才不會有脂肪肝 你要是比他 再豐滿一點點 比我們熟慧在 大概你的脂肪肝就擁不了了 其實真的 就是現在的營養就是這樣 所以怎麼辦? 所以 你用什麼油 決定你的人生 你知道嗎? 你知道 你是用頂心的人舉手 你用葵花油的人舉手 用橄欖油的舉手 用麻油的人舉手 用苦茶油的舉手 你肝油的人都有了 是不是? 油脂的確會決定我們身 為什麼? 我剛剛提到的 油會累積在 我們的肝臟系統 然後會造成你 分量分量油量的 然後會造成 肝臟功能的發炎 我又沒有肝癌 我又沒有肝癌 為什麼肝臟會發炎呢? 的確是會發炎 當油脂脂能過多的時候 它會怎麼樣? 油放久了 放在外面開瓶之後 放在外面三個月 你知道油就收掉了 我們都不曉得 好的油脂 基本上開瓶之後 放哪裡? 要放冰箱 不然至少要放在哪裡? 陰涼處 陰涼處 可以放在太陽光磁色嗎? 同樣的 你吃雞的油 放在肝臟 放在我們脂肪的時候 會不會氧化? 氧化過程當中 氧化壓力大不大 大到怎麼樣? 大到你的肝功能會異常 會往上飆 跟病毒性的感染是一樣的 所以 你建議吃什麼油? 對醫生你建議吃什麼油? 基本上我建議不吃油 你才不像不吃油咧? 我看起來不太也不像 不像吃油 好 沒將軍怎麼辦呢? 我們就把你收回來吧 我們沒有那麼小氣啦 不過基本上 很重要一點 除了油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都很重要? 你講得好 我們常常都說要什麼? 補充一些礦物質 是不是? 就補到這些補到什麼? 幹 補到自體的油脂去 所以 大概很少人像我這樣子 每天 如果可以的話 不會騎腳踏車來上下班 為什麼? 燃燒自體脂肪是好事 不要燒9598跟高級汽油 OK 再來 然後呢 你的脂肪有沒有乾? 搞不好真的還蠻乾的 那我常常去學真的是中藥的寶 為什麼? 因為從現在的養肝的用藥 或是一般所謂的肝臟的保養藥 真的沒什麼太多的藥 其實西藥9的話 那個藥其實坦白講 那叫C-Marina 這個牛奶劑它也是中草藥的一種 那中藥呢 有哪些東西? 有薄學花藝的用藥 也有怎麼樣? 一種滋潤的用藥 甚至還有比較強的攻下用藥 有時候這些乾藥吃一次會怎麼樣? 會拉肚子知道嗎? 有人在外面去吃清早茶 那時候不是夏天吃了 有時候春天吃的時候 欸? 就會拉肚子了 為什麼? 這都是中草藥的特色 這些都是很好一個保肝的用藥之一 然後 然後 這肝 我們再次來明清 中藥跟西的肝一樣 雖然媽媽 你已經拿中藏錢了 那這段你會讓我量一下 來來來 中藝的肝怎麼樣? 在中藝觀點桌子的肝 並不等同於現代醫別桌子的肝臟 那中藝的肝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出血、長血、洗條打、餓、抑鬱、抑鬱 不習慣 不習慣 然後呢 肝頂肝 然後呢 太效服務 眼睛 然後呢 指甲 然後呢 跟膽固為表演 所以中藝的肝這樣聽得懂嗎? 聽得懂的舉手 聽得懂的 我要叫你一聲老師 而且不是林老師 我不知道你的姓是什麼 因為中藝的肝結尾跟西藝的肝不太一樣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做一個區隔 叫肝臟象 象就是象棋的那個象 叫從類肝臟象跟肝臟不太一樣 因為其實這個是西方醫學 翻譯成中文的時候的一個物謬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我們知道從比較另外一個 比較怎麼樣 人物的角度 或是從一個症狀醫學的角度 來解釋肝臟 什麼叫肝洗調打 大家知道什麼叫肝洗調打 通暢 要順暢 身體哪些會有舒暢的感覺 血 血要通 身體哪些東西會每個月會定期的流血 MC MC來的時候 MC不來 有不嚴重 嚴重 對 那MP小樓每次來都delay 有不嚴重 或是MC每次都這樣提前來 有不嚴重 哦 原來這就是公醫學的肝血 為什麼呢 一般我們所有的 在治療肝的肌理上 或是治療肝的肌理上 會怎樣 女人以肝為先天 男人以腎為先天 就是在這裡 原來這樣的舒暢規律性 對肝氣的順遂就很重要 但是這個才會測量 可以測量 科不科學 也很科學 那我們再來提一個 為什麼 他不喜歡不疼的 不疼 喜歡憂鬱的人舉手 爸爸你喜歡憂鬱 你在這年輕人只有憂鬱小生 喜歡失慮很多的人舉手 喜歡想很多東西的人舉手 習慣啦 不是喜歡 原來我們都知道他健不健康 不健康 你覺得健康嗎 碰到啦 要找我麻煩 那 這是肝氣的問題 所以要順還是不順 對 所以這就是中醫學的肝功能 原來他跟我們的情緒 情緒 跟你的決斷功能 也有點關係 那假如不順暢的時候 有沒有藥可以用 有 有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叫 荷環皮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叫百合 百合有 有 能 rack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叫栽鬍 有 之間比較深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叫單身 不是雙身喔 單身喔 呵呵 是掌聲喔 不是喔 簡單不用說 基本上就可以用了 嘿 我們再看 原来中尚提到的 原来甘提到的还有很多 他有提到你小片的颜色 虽然有提到黄胆的症状 皮色异黄 甘气不顺畅的时候 有时候手脚会怎么样 很紧 知道吗 手脚很紧崩 指甲看得怎么样 一条一条一痕一痕的 你来找中医师 医师就跟你讲说 什么不足 气血 太广泛 干血 讲的就是这个 为什么医生看看我的指甲 就跟我讲说我的干血不太够 就是根据这个来做诊断 从定义我来做诊断 就是这样 所以中医的科学跟你说想的不太一样 然后养生知道怎么样 春天 我们现在几月春天开始来 冬天几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二月 是这样吗 还是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份怎么样 春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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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天来 春天来 然后呢 天地聚生万物以为龙 然后呢 叶窩早 就是这样 早上要早点睡 然后呢 要不要早点起来 开始比较冯眠了 然后呢 教你怎么样 从怎么样 从你的被窝堆里面 要走出到哪里 停留 假如没有阳台的话 就走到北一的校园去走 然后呢 头发怎么样 会不会要开始有点舒服 舒一下了 开始定型了 然后呢 自气要怎么样 要看看慢慢氧气上来了 然后要不要杀 先不要杀 那个什么 豆苗才刚突出来而已 那个倒秧才刚中下去而已 要不要收割 食我还不知道 然后呢 OK 然后要不要拿回来 就要开始把心打开了 然后赏而雾马 春节养生到 逆则伤干 下围寒变 冻赏者 大家知道吗 原来春天是怎么样 是一个快乐的一个季节 就开始要慢慢学会 开始步出走出来 走出你的小圈圈 走出你的想法的时候 都会想怎么样 很哲学对不对 但是却就很养生 原来他透过给的动作当中 透过走出来的动作当中 你的生活的态度 想法会开始改变 所以有人说 施比瘦更有不满 那你给我 你要什么 那你是不是给我 我再冲点别 开玩笑 我那边还有 所以基本上 真的有这个特色 不过呢 该功能正常就没有事 我们就回到西的肝里面来了 我觉得 我们北宜这边的 结束去 该功能 AST ALT GOD GPT 只要在40个底下 但又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很不幸的 对B型肝炎 对西型肝炎 或是非A 非A 非D 非西型肝炎的患者而言 只要怎么样 只要你是肝病 你的肝指数就这样 你要越低越好 不是正常就没事 而是怎么样 假如你就40 那就最小是30 假如你30 最小是20 假如你20 最小是10 原来 肝脏只要 怎么样 数据有在跑 就在发炎 对于肝炎的患者而言 这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肝病是三部曲 一个肝炎 然后再来 肝硬化 再来 就肿炎 这也是为什么肝病 为什么这么讨厌的地方 就是它 随之而来的 几率就变得很高 然后呢 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 有时候即使 你肝痛很多正常 你还是会等总流 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通过生理检验的 怎么样 数据还不准 还需要加上 影像医学 超音波的界定 才能够准确的判断 所以台大有些 很著名的名医 过来 到怎么样 就出状况 而且 一发现 就肝癌的莫测 一看到 就 哇 十几公分的一个肝痛 那基本肝痛都被占据了 就是因为忽略了 怎么样 超音波的重要 所以保肝重不重要 除了定期 抽搐 还要做什么 还是要做超音波 然后很不幸的 很不幸的 在全球目前 找的很多人的用药过程当中 并没有很好 很好的 肝病方面的用药 不论是西药 不论中药 都怎么样 都大部分都被集圈住了 不过至少 在现在医学的 新医师里面的 大内部